我们不光是对这些 不好的书要远离 对不好的人我们要恭敬远离 不来往不交往 完完全全的远离 这些话都是不能听的 包括有人跟你讲笑评不笑唱 你都不能听 对不对 你穷了别人笑话你呢 你可以卖身 当妓女 对不对 当小三 为钱先生活再说 这些都是邪知邪见 这都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远离的事情 远离的事情 所以说 真正聪明的人 会做人的人是以财 发生的人 他有钱以后懂得去帮助 所有弱势群体 帮助孤寡老人 弘扬圣贤教诲 这样才是有智慧 我们要是看了这些 不是圣贤人讲的书 骗子讲的 像传销一样的洗脑 就会没有智慧 我们的心性行为 就会自私自利 我们的文化 如同一棵五千年的古老树木 因此 它的叶子 能适应每一个朝代 年代 甚至每一天 它的树干 五千多年了 但是它的枝和叶 是随顺于四季 随顺于时代 而生长的 日日新 月月新 甚至 每一天 都能够帮助人们 又聪明又有智慧 老的东西 经过了时间的考证 大众的落实 能流传至今 一定是精华所在 一定是精华所在 我们看下面这一段 非圣书 不光是必聪明 还会坏心智 坏的东西 坏心智 现在年轻人 在手机上看什么呀 黄黄堵 色情图片 色情视频 色评文章 最后导致 打飞机 手淫 犯血印 嫖娼 这都是坏的东西 我们今天要远离 对这类的东西 我们要举报 让网络清静 让我们孩子世界清静 让我们自己 世界清静 我们要干干净净的 念头干净 心干净 行为干净 对不对 我们要干干净净的 是不是 我们还要明白 非圣书 不光是毕了聪明 还会坏了心智 善是由我们这个心所发的 恶也是由我们这个心所发的 善恶同处一人 都是我们的心所发 有人问我 善恶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我说按我们现在的衡量尺度 最基本的要把握住两条 要把握住两条 要把握住两条 第一 不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第二 不能违反伦理道德准则 这两条做好了 正了不得 你就可以在现在这个社会 成为一个善人 什么叫善人 踪迹守法 不违反乱计 不违反伦理道德 这两条做好了 你就是一个善人 违反乱计 违反伦理道德 就是坏人 这是两个底线 守住两个底线 明明白白 明明白白 一定要认真学习 我们一旦看了不该看的书籍 就会把我们的心智给坏掉 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像现在很多人说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这句话害了多少人 我们今天想一想 这一句话害了多少人 现在很多人都说这话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你看看 对不对 你看你自己不畏你自己想想 天也诛你 地也灭你 还有很多人说了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你当着官就应该贪污 就应该压榨白信 就应该腐败 我们今天想想 很多人都是这种观念 所以误解了 当了官以后干什么呀 想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贪得无厌最后被抓呀 吃和嫖赌啊 沦丧的不是人啊 这就是嫌恋啊 完完就是嫌恋啊 开始还能以法 来要求自己 最后呢 来 缺德 违己私利 探赞王法呀 才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们今天想一想 我们现在完完全全 理解错了 对不对 完全理解错了 是不是 我会对这句话的人说 你只知其表 不知其理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呀 你不为你自己着想 不用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方法 帮助自己 反而用自私自利的方法 害自己 你既然这么不为自己好 天也会把你除掉 地也会把你灭掉 其实意思再转身一点 就好理解了 大家记着这一句话啊 大家记着这一句话啊 我对这一句话的理解是什么呢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方法 帮助自己 反而用自私自利的方法 害自己 你既然这么不为自己好 天也会把你除掉 地也会把你灭掉 我们想想 真正明白了 真正懂得了 我们就清楚了 打个比方 如果人家去银行 刚取了两百万出来 你去抢劫 是不是为自己呢 是 但是为己的方法错了 为己的方法 不对 为己的方法对不对 非常关键 如果我们真正明白 就绝对不会为了这一句话 当成一个上方宝剑 为给自己作恶找借口 给自己作恶找借口 对不对 为什么弟子威 在末尾讲到圣贤书的问题 因为父母给我们生命 圣贤书给我们智慧 所以弟子归第一篇讲到守孝体 最后一篇给我们讲的是什么呀 讲的是智慧呀 这是我们大家 真正懂得 这是我们大家 真正明白的事情啊 完完全全 懂得 完完全全 是明白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一段故事 应该大家都听过啊 都听过 范中烟小传里讲 他小时候碰到一个算命先生 就问算命先生 看他能不能当宰相 算命先生就说 你这么年轻 为什么这么自负呢 想当宰相 他又问 看我能不能做医生 算命先生就说了 很奇怪 刚才你志向那么高 一会儿怎么又降低了呢 范中烟就说了 梁相 可以救国安邦 梁医可以救世万民 梁相可以救国安邦 梁医可以救世万民 算命先生称赞他说 你有这种人心 真是当宰相的人才啊 我们今天想想 就是这个道理 完完全全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这是一种多么远大 心怀天下的志向啊 可我们现代人 读书志在干什么 志在要毕业证 志在赚钱 我问他为什么要上大学 他说啊 大学毕业证就是敲门转 为了是要这个敲门转 我一听 现代人读书信量太小 不懂得读书的重要性 古人读书志在做圣做贤 服务社会 服务国家 现代人呢 读书大部分都是志在赚钱 还违法赚钱 不要脸的赚钱 心黑的赚钱 眼睛红的赚钱 这个就错了 你不管怎么赚钱 只要踪迹守法 合法经营 照照纳税 不管你怎么赚钱 都不要违背伦理道德 你可以放开证 你今天要是挣钱 不要脸灭 心黑眼睛红了 违法乱系 媚灭了良心 到最后 死路一条 到最后死路一条 你今天不管做什么 只要是踪迹守法 只要是不违背伦理道德 你放开去做啊 我们现在是美好的社会啊 对不对 我们今天 明明白白的 清清楚楚的 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不要昧着良心 去挣钱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大家 一定要懂得 和明白的事情 一定要懂得 和明白的事情 我们在选择书籍的同时 就等于选择了良心意 所以圣贤书真是了不得 会让我们人生的德为真德 词为真词 大家记得啊 选好了书 选好了论语道德经 选好了 古圣先贤的书 能让我们 哎 如同选了一个 良心意有一样 啊 如同选了一个 良心意有一样 啊 会让我们的人生 德为真德 词为真词 爱为真爱 不论是平民 或者是为国家社会 做贡献的人才 只要能选择 圣贤之书 那真的就会 长聪明 增智慧 赔德行 长志气 我们就会成为 这个世界上 啊 这个世界上 栋梁之才 我们就会成为这个 天地之间的 浩然正气 这是我们大家 在学习的过程中 要真正懂得 哎 很明白的啊 大家记得点赞关注啊 现在看到的直播间 2022年 9月8号 就是我的直播间 冒充我的人太多 啊 希望大家 插了眼睛 别上当受骗 我全网的课 都是免费的 啊 大家不需要花钱 认真学习就行 但是呢 不要上当受骗 不要上当受骗 很多人利用我的名称 啊 变我的声音 用特效 来骗大家 来骗大家 来骗粉丝 啊 我也觉得非常痛心 啊 所以说 希望大家 插了眼睛 不要走错了直播间 啊 我们今天是 2022年 9月8号 大家 学习 经讲弟子归 啊 学习经讲弟子归 我们看下面这一段 啊 我们看下来 下面这一段 物自暴物自弃 胜与贤 可训致 啊 物自暴物自弃 胜与贤 可训致 这句话讲的是 一个人不可以没有自信 自立自强的念头 自信建立在选择圣贤书籍 良食亦有上面 自己选择了圣贤的理念 清净了良食亦有 这个非常重要啊 自信自立自强 啊 讲到这三句话的时候 自信自立自强 我要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这一句话 谁告诉我的吗 我和我舅舅家 因为妈妈跟父亲生气 啊 啊 交肯定要给出版社给钱的 有稿费 啊 有这个出版号 的费用 哎 我们今天想一想 我跟我妈妈之间呢 情感不好 妈妈呢 因为父亲 赌博 啊 打他离家出走 我在山东给人当妻子 把我妈妈 接了回来 我妈妈先到的舅舅家 我当时的外公 年龄也挺大了 啊 也挺大了 啊 也挺大的 这个 我外公呢 就鼓励我 给我手上写了三个字 就是自信 首先你要自信 不管你的出生 不管你的出生 你出生于农民也好 出生于这个家庭再不幸也好 这是谁都不可选择的 这是谁都不可选择的 我们一定要自信 自信什么 自信是 世界上我们是独一无二 没有两个人和我们一样 一定要自信 对不对 一定要自信 任何时候都要自信 我们今天追不上孔子孟子 没关系 追他几步 学他的经典 学他的书 让我们拥有自信 完完全全拥有自信 下来呢 自立 下来我们今天要想到什么 自立 什么叫自立 不去依靠他人 我命由我不由他 我们今天要想过好日子 学习 努力工作 不是靠大师 不是求神 不是拜佛 更不要上当受骗 我们要自立 完全靠我们自己 完全靠我们自己 下来呢 我们才能自强啊 对不对 这就是我外公 给我写的 我外公最后 去世了 我外公最后 那去世了 我去送我外公的时候 我就把我外公这几句话 一直在脑海里面 在用啊 大概给我说这话的时候 是二十多年前啊 我外公给我说的 我们今天想想 这几句话 一直鼓励到我 到现在 我还要同样的送给直播间 所有的朋友们 我要送给直播间 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限量版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我们今天不能当垃圾人 我们今天不要当情绪的奴才 我们今天要争气不生气 我们要优秀起来 我们要优秀起来 我们今天要下功夫啊 完完全全下功夫啊 完完全全下功夫啊 就像我告诉大家一样 对不对 我们今天在做这些事情 完全靠自己 完全靠自己 我们今天学习中华游秀传统话 是管好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不做坏事 我们真要明白懂得以后 我们就知道了 物自暴物自弃 胜与贤可殉制 对不对 不做情绪的奴隶 我们要当家做主 是不是 所以这话是谁给我说的 我外公给我说的 我外公去年都已经去世了 我外公去年都已经去世了 我好想念我外公啊 我经常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亏一字之识 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有很多人 可能因为一句话 一本书 就把我们影响了 就把我们影响了 清净粮食亦有 我们的志向将会自强不息 自己选择了圣贤的理念 清净了粮食亦有 我们的志向将会自强不息 志向有了以后 我们就会自立 去落实圣贤所讲 在我们身上一定会散发出圣贤的德风 圣贤的德行 圣贤的德行 大家都知道 曾国藩就是以辽凡私讯作为家训 到现在曾氏家族还特别兴旺 再比如梁启超家族 我记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 在北京的时候 看到北京晚报 人家登的 人家登的什么呀 说梁启超家族 他有九个子女都比较有名气 对不对 人家讲什么呀 一门三院士 九子皆才俊 对不对 梁启超家的九个孩子出了三个院士 九个孩子都是才俊啊 我们今天培养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都培养不好 我们今天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梁启超先生太了不得了 我们想一想 父亲的德风吹到了子女身上 家族就新 孔夫子的德风吹到后世 影响到近代 八十多代孔子家族后裔 这都是德风啊 完完全全都是德风 完完全全都是德风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给自己写历史 一定要写好 正如孟子曰 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 孟子讲的什么呀 孟子讲的 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 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 国必自罚而后人罚之 而后人罚之 我们想一想 教授嫖娼被报道出来 这是自辱 社会上各种评论出来 就是别人辱他了 我们想想 李某迪 吴某凡 嫖娼的时候 自己辱自己了 最后被网络攻击 就是他辱了 大家现在听明白了吗 我们首先是自辱 才能得到别人的辱 要不我说 我们只有自尊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我们自己要都昧了良心 我们要是都黑了阳性 那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就错了 错得离谱了 完完全全错得离谱了 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做的事情 自己看不起自己 做的事情 做的让自己抬不起头来 都是自辱 那别人不忠敬你 也是活该 我们做人做事 不要给个人的历史上抹黑 抹黑很容易啊 擦干净很难 我们经营自己的人生 千万不要自取其辱 爱护自己的名声 爱护自己的荣誉啊 爱护祖宗的荣誉啊 我们今天想一想 我们都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 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今天想一想 我们今天自欺才被别人欺啊 你要不欺的话 谁敢欺负你 我们要今天做文化自信的中国人啊 我记我参加一个活动 我就说了 是不是 我们今天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 是西方文化的太爷爷啊 我们今天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们今天在学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 要古为金用 扬为中用啊 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我们今天要做文化自信的中国人 我们不要给自己个人历史上抹黑 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做的快乐 快乐永远建立在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把这个快乐交给了别人 不是交给了别人 孟子又讲到 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 我们我经常讲啊 夫妻之间有一个上方宝剑 拿到手里就不离婚 大家要知道夫妻之间有一个上方宝剑 再做了各位啊 你们谁拿到手里以后 夫妻就会恩爱 白头携手 永不分离啊 很多人都问我了 秦老师 哪个是上方宝剑呀 什么样的上方宝剑 让我们现在的夫妻能恩爱 不离婚 对不对 我们讲讲 很多人天天追着我问 什么上方宝剑 我说什么叫上方宝剑 就是要抬头看人 不要低一眼看人 永远看对方的优点好处 就不会离婚 这就是上方宝剑呀 夫妻之间永远看对方的优点 能离婚吗 离不了婚啊 我们今天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永远看对方优点 没有缺点 吵不起架 全是优点 为什么呀 情人眼里出息时 你的眼里 全是他 能离婚吗 对不对 我们今天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永远看对方的好处 老看他的缺点 久而久之就离了 所以这就是 夫妻能白头到老的缘分 永远看对方的优点 永远看对方的优点 我们要反省啊 他没有优点 他没有优点 你能嫁给他吗 结婚这个举动 已经很伟大了 那为什么不能 更好的相处下去 大家想一想 能结婚 这个举动已经很伟大 很伟大了 我们要是不能 好好地过下去 非常可怕的 真的非常可怕的 我们今天是灵魂的变伴侣啊 我经常告诉所有的朋友们 一个女人 连这个男人都留不住 反思一下 我们做女人很失败 一个男人 连女人都留不住 反思一下 我们做男人也很失败 也很失败啊 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的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问了 哎呀啊 这里面什么有因果 有冤亲在主 有着有呢 我跟你不辩论 我的直播间只想做人呢 我想告诉你 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要想明白一句话 神话 敬人事听天命 人事敬好了 天命是别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今天很多人自己还没做呢 我有冤亲在主障碍 我有业力 我被人骗了 前世 我欠他的 对不对 你光讲听天命呢 你人事有没有尽好 我们今天做任何一个事情 综绩守法 公安局能抓你吗 你今天围了法以后 公安局把你抓去了 你就会说 哎呀 你看 我上辈子注定的要坐牢 那不胡说八道吗 对不对 我们今天不要甩锅 不要动不动张嘴闭嘴的 有因果 有冤亲在主 有前世因缘 对不对 把人事先做好 我们今天做到不是臭肉 哪有苍蝇 丁 今天我们是鲜花 肯定是有蜜蜂来的 所以说 敬人事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讲的只是敬人事 大家千万要注意 不要学偏了 完完全全不要学偏了 人事没敬好听天命 你就已经错了 对不对 敬人事 我们今天找一份工作 先去赚钱养家 不要动不动张嘴 我命中注定就没有钱 对不对 那你命中注定 你不工作吗 命中注定 你就躺那儿吗 是不是 所以说 敬人事太重要了 不要去甩锅 不要找借口 我遇到太多这样的人了 我有冤情在主 我没福报 我有业障 我有业力 我上辈子欠他的 我跟我太太 就是冤情在主 对不对 学的太偏了 对不对 因果因果也是你今天先种的恶因 才遇到恶果 你种的善因 我们一定会 哎 种善果呀 我们今天想一想 对不对 连释迦牟尼佛都在讲什么呀 万法皆空 唯有因果不空 因果是谁做的 是你做的 是你自己做的 不是别人啊 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明白的 所以孟子又讲到 家避自毁而后人毁之 我经常说 夫妻之间 一定要 恩恩爱 一定 恩恩爱 一定恩恩爱 对不对 我们今天 天天看对方的优点 女的常夸丈夫 对不对 你天天找她的缺点 可能就会约个异性聊天 说丈夫这不好那不好 这位男士就起了邪心 这就是婚外恋的开始啊 你要天天夸你丈夫好 那么好 那这男的一听没机会啊 夫妻家庭生活 不是外面人闯进来 是我们自己跑出去的 是我们自己跑出去的 非常非常的可怕 非常非常可怕 一个人连丈夫都看不起 能看得起你是家的 一个人连自己老婆都看不起 又能看得起你 也是家的 要不我经常讲 夫妻关系像个城堡 不怕外面人攻打进来 就怕里面人反攻出去 我们今天想一想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再看 国必自罚 而后人罚之 就像手足不能和睦相处 那别人就会挑拨离间 让手足相残 失去了手足之情 上述太甲云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呀 自作孽不可活呀 我们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确确实实 就是这个道理啊 好 各位 各位 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一堂课 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 这个11点08分的时候 我们继续学习金讲弟子归 大家不要走远啊 大家不要走远 给大家看